我們終於要進到要各位蓋房子的階段了 那麼 你可以進到簡報第五頁第六頁 你大致上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做出來的一個樣子 我剛剛講就是我們裡面我有畫兩個樣板就是這個線 我有幫你畫好了 我們這些紙板都回收的 所以其實可能 也許中間會有些折痕啦 就請大家 見諒一下 那這裡面 你做出來的 可以像這樣子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好像這樣那下面這一段 下面這一段就是小木的平台 就這一段 就是我們的這一段前面這一段 那麼 中間高的部分 這個15就是我們的樓房的高度啦 樓房的高度 再來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的話呢 這兩段就是 一個是屋頂 一個是那個 斜斜的屋頂 好所以其實你要怎麼做那個道還好 你也可以像我下面這個 像 我們這邊 如果你的這個屋頂 屋頂的部分你覺得我不要斜 弄那麼多你可以用 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樣 這樣這個斜度是不是更高一點 像這樣 如果你要呢 像我在這邊的 這個 這個就是平平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有分了幾段 在右手邊 其實我有稍微寫啦 只是這個字稍微比較小 可能各位在notebook上這樣看 有沒有 這兩段 那麼待會呢 你最重要就是 你可以照著瞄 你可以用我們這個 就是大的那個木板 自己去畫一下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分清楚 就是我們這個線 我有的不是有紅線 一個是藍線嗎 紅的是用剪刀剪開的 那 藍的 你只是用美工刀清化一下 因為他還用折的 那是折痕 這樣有沒有了解 這樣清楚了 那我們這個 桌子都還可以割 比較沒關係 那如果你有需要美工刀 我前面有 剪刀我前面也有 你可以到前面這邊來拿 這樣 OK 有沒有概念了 可以 就是像這個 那待會呢 如果你 這些折線 剪刀的線 已經 準備好了 我有帶大的定速機 大的定速機 因為呢這個的話 如果你想要用 用那個什麼 用 我們的 什麼 雙面膠啊 那些綿 效果比較差 我有用大的定速機 這個我有特別去買一個 因為這個很輕的 這個以前你用大的定速機 是不是要很用力 這個 很輕很輕輕輕輕壓一下 就壓 就可以了 好所以 等一下呢你就可以 折好之後用這個把它釘起來就好了 這樣OK 就是那個轉折的地方 你就可以用這樣直接釘的 就不用說一定要用雙面膠 因為雙面膠比較容易 就是在 脫膠這樣 OK 好這個 就讓各位 先做做手工藝囉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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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